今天我们 decided to leave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unchanged and to continue to reduce our security holdings 美国联织最新会议结果出炉 一如市场预期将利率稳定在5.25%到5.5%的范围内 为22年来最高 而最新点阵图显示 19名决策委员中有12人预测 今年还会再升息一次 然后在2024年降息两次 是比6月给出的预测减少两次 显示利率处在高点的时间 将会比原先预期的还要久 虽然这次的利率不变 但是联准会主席鲍尔强调 软着陆是联准会首要目标 报告中也暗示 年底前将会再度升息 让敏感的美国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触及2006年新高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中场收跌1.5% 标普500指数也跌近1% 而此次记者会中 联准会救媒救汽车业工人罢工 美国政府关门等作出评论 而随着美国汽车工会 罢工事件越演越烈 福特汽车在美国时间19号 也与加拿大工会达成临时劳资协议 东山新闻综合报道